請各位就是在我們的講義裡面 我有放基本語法與結構控制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些東西 那我講過最重要的就是邏輯你要清楚 第二的話就是那個回圈的敘述 你也要清楚 所以回去的話 也許你可以參考這一個部分 或者是說你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 那我有把那個 就是說 這個表單傳遞資料 這個已經先放上來了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先玩玩看 那講這個之前 底下有那個什麼基本語法結構控制這個 這個是上學期的三個最主要單元 所以如果不管你上學期有沒有上這個課 回去請各位自己試做 那裡面的話 大概我剛剛有demo第一個 就是那個判斷什麼 判斷那個年齡部分 你可以試做 程式我基本上有一些有放上去 有些沒放上去的話 那可能你要自己打的 第二個是bmi 這個bmi練習的話 其實道理很簡單 但未來我們也可以把這個bmi範例 把它改成jungle版 這個有印象吧 bmi練習的話 實際上就是輸入什麼 身高 輸入體重 輸入身高 然後判斷他的bmi 這個bmi我是google打bmi 他會跳一個那個 好像第一個還第二個連結吧 他有一個 我把那個邏輯拿來改而已 那裡面基本上 bmi 他需要的就是說 input的時候 各位可以看到前面有個flow 這個flow指的是有小數點 int的話 剛剛不是我們用int對不對 int是轉換成整數 所有的整數是沒有小數點 但未來如果說你有小數點的話 請務必要用flow 如果你用int的話 假如他輸入說 因為現在人很在乎啦 我是 79.9公斤 對不對 你乾脆輸入80就好了 跟他不一樣 他就一定要是79.9 這樣 那我是身高多少呢 我是 1 17 180 他一定是 180 一定會要高一點 等等啦 反正 180.5好了 如果說你這個 用int 他就自動幫你把小數點去掉 OK 那所以呢 如果我這邊有小數點 我就用flow指 那判斷的話 如果bmi 算出來結果 18.5以下是過輕 然後到多少 35以上 中度可以吧 再來 大於35 這個 那就一層一層一層的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希望怎麼樣 把它變成在jungle裡面 請各位就是 回去試試看 在那個 先做 那個什麼呢 這個 按右鍵 新建一個module 然後module 名稱的話 也叫什麼 if 我這邊好像取了一個 叫if 的bmi 那你也可以什麼呢 你也可以把那個 結果給秀出來 if的bmi 我看這邊 這是上個學期做的 那裡面的話呢 就是把這些 就是再 再把它run一下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 就是說 如果這些 你在 python都run了出來 可是如果在jungle裡面 你要怎麼樣 把它 重新在 秀在網頁上面 比如說裡面的話 這些啦 還有像 性別 上個學期還有 做了一個什麼呢 成績計算啦 或者是取得面積 那還有什麼呢 MANCE CAI 這邊後面好像也有提到 把這些的話 回去可以在 先稍微看過 再來的話呢 就是表單的傳遞 這個我想也是 比較重要 因為 未來網頁 跟使用者之間交換資料 還是透過所謂的那個 表單 所以如果像 假如說我今天希望 一個年齡 讓使用者輸入 他的年紀按送出 他自動就把結果給顯示出來的話 這個表單該怎麼做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 假如這個你OK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 去把它改成很多 不一樣的結果出來 要把畫面呢 先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 那個 有些其他細節部分的話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差不多了 那就是 先把那個 入門的 範例先 把它演練一下 大概了解 我們之後呢 會再把那些入門的範例 再修改成 在Jungle裡面 可以被執行 喔 好 好